大家好,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視頻,我是李國慶 今天恆新指數又是摘幅波動,全日未跌10點 收報23590,大家要留心的是,成交額今天是縮的 縮得比較多,縮到只剩下650億 為什麼會這麼縮發呢?我估計大家要留意,明天日本央行意識的結果 日元明天升年跌,對港股明天的走勢是相當關鍵的 從恆新指數走勢圖來看,自從上星期五升上去突破之後 其實現在一直在23500點之上,走勢上高沒有太大問題 這種緩升的走勢,其實你炒股不炒市 目前來看,看不到任何的市場,真的會大跌的跡象 就算如果真的要回跳,除非跌穿這個低位23,088點 途中戰爪所指這個位,要跌穿這個位,大家先擔心 如果不是的話,暫時無需太過轉為悲觀 升不上就開始害怕,未去到這樣的情況 明天除了要留心日本央行的情況之外 內地股市亦都很關鍵因素 上證指數今日升了11點 升到8個月的高位,收報23,028點 上證指數走勢其實比較理想 其實一直會反覆向上 為何是這樣?因為外地經濟已經是見底回升的趨勢 是比較明顯的 上二月五已經公佈了,全年GDP是7.8% 第四季度都有7.9% 著名經濟分析員,摩根大通中國投資銀行副主席 公方紅今天就這樣說 他估計,今年全年中國經濟增長 最保守都有8.2% 去年增長7.8% 今年如果真是8.2%是最保守的話 即是說,經濟恢復上行走勢 比較理好 所以我們仍然都比較樂觀 大市今天很多板塊熱炒 豪島股有熱炒 豪島股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,美高煤升幅比較大 另外,韓運股相對走勢都是理想的 大家可以看看,東方海外一樣 都是破了頂 除了這些之外,我精算一隻 中價股方面,中大價股 就是中國太平966 966,你看到這幅圖走勢 其實我們可以說他成為一個突破三角形 估計向上升穿 現在突破頂位,去到18.5% 機會都比較大 然後如果再上,可以去到20-21元 如果小的,請留意巨藤這隻 巨藤3336這隻股 今天一枝大羊竹,升了5.5% 成交亦都上升 估計他有機會衝上去4.5%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,多謝大家